嗨 大家好 我是Andrew 歡迎回到Plague Inc 瘟疫公司 今天的挑戰就是 最後的紅魔瘟疫 那因為它 比較難一點 我覺得啦 我覺得它真的比較難一點 所以花了很多時間 挑戰簡單模式把這些DNA弄出來 它這些DNA 好像只有在它這裡 通過關卡之後才能得到 所以還是得要這麼 努力一下 接下來呢 我先挑戰困難就好了 我知道修羅 修羅是最終目標 可是 還是不要虐待自己好了 這一段 的意思就是 好幾個世紀之前 有一個人類 得到了這個瘟疫 然後被埋葬在 地底深處的時候 它就慢慢轉化成 吸血鬼吧 其實我們角色就類似吸血鬼 這種生物 那接下來 接下來 接下來 接下來的話 按照 大部分的做法 應該是這樣走 也不能停太久 停太久 會被發現 所以 時間差不多的時候 就要起飛比較好 然後症狀 稍微點一下 增加一下傳染力 接著 接下來往 這邊飛 接下來往這邊飛 這時候 要進一個 有個劍槽 然後 增加飛行距離 增加飛行距離 然後 在這邊建個巢 稍等一下 症狀 再稍微點高一點 然後 往這邊飛 點到這裡 點到這裡 然後 痾... 去日本 再來 往回走 再往這邊飛 接下來 稍微存個點數 增加飛行距離 因為接下來要往 比較遠的地方飛行 這邊 這邊 然後往這邊 接下來的話 增加奴仆 然後 應該 應該快被發現了吧 雖然有用自動點 點擊那個 可是還是會想要去點它 自動點擊 泡泡 DNA氣泡 到 往這邊飛 奇怪的 要出現了 再往這邊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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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擊它 再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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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 增加傳染 轉爆這樣對不對 對 已經有 給我討厭鬼 先攻擊它 先攻擊它 看到暫停了 讓它回個血 我好像 都忘記要見草了 太糟糕了 接下來的話 接下來的話 它應該是來攻擊我的吧 用飛機把它幹掉 然後 攻擊力還不能上升嗎 有點糟糕耶 一對一的話 接下來 想辦法 要21點 嗯 要21點 糟糕 糟糕 啊 失敗了 唔 到 那 那 算是稍微 押线吗 接下来传送 他想要攻击我国家 这时候就可以稍微 大胆的 给他攻击下去 只要解药没有到100 就有希望 这时候 增加一点传播力好了 大概是这样 增加他的困难度 这样应该就差不多了 这次差点就失败了 果然难度还是很高 接下来 剩下这个 还有什么国家吗 看一下 意大利 还有哪些国家还没有完成呢 冰岛吗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了 终于成功了 虽然只是困难难度而已 但是就已经快失败了 难度正 蛮高的 什么叫作弊模式解锁 新的模式吗 作弊模式是什么 啊 最后我几乎把他的DNA都解出来了 这个啊 这个啊 哦不对 不是几乎是真的全部都解出来了 就玩一场简单会得到一个DNA 所以我大概玩了好几场 终于 果然要收集 好完成那个 所谓的基因 才有办法 我说刚刚什么作弊模式是什么 这个吗 秘技模式启动 成就暂时禁用 哦 可能就是 让你比较强的吧 比较好破关的吧 应该是这样 就所有的都 都使用的话 虽然不会有成就 但是会很 很容易通关的意思 应该是这样吧 大概就 那 目前就先这样吧 终于把他破掉了 虹魔瘟疫 修罗的部分 我觉得应该破 我的话应该破不了 所以 先不理他 好吧 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咯 如果有任何想对我说的话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